侯友宜市長 光握手還不夠 新北市長侯友宜主動伸出另一隻手 拍拍朱立倫的肩 首次出席黨內中常會 就營造大團結戲碼 加油 國民黨 加油 國民黨 勝利 侯主兩人站在C位 連同提名小組其他成員 及黨籍直轄市長 為的是黨內首波十六位立委提名 還刻意一起穿上白襯衫牛仔褲 這戰服也是去年幾位縣市長的服裝 無非是想延續二零二二戰果 也把炮口對準民進黨 民進黨提名了一位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成為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兩岸未來到底是和平 交流 對話 還是要走向戰爭 對抗 交惡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逼平民進黨執政不利 更要團結 非綠陣營 民進黨在贏 台灣一定輸 民進黨在贏 中華民國一定輸 所有非綠的 在贏的各個顏色的朋友 大家團結一致 台灣才會贏 中華民國才會贏 對外火力全開 對內也迅速整隊 特別是前一天朱立倫才喊話 準備好了 黨內呼聲最高的侯友宜 我們隨時讓自己的準備 能夠隨時面對所有的挑戰 都能夠克服以及隨時也可以上場 侯友宜說準備好 隨時能上場 和朱立倫一搭一唱 再看看黨中央這團結戲碼 誰會代表國民黨披藍袍出征 呼之欲除 靜新聞學生沈明陽 參謀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